男子被警方攔了下來 因為機車排氣管上露出一小件 明顯不同顏色 懷疑有違法改裝 但男子下車後卻起步步 不願配合 這邊全黑 有看到嗎 對 然後這邊是不一樣顏色 有看到嗎 這邊就是改 原裝是這樣子 有什麼髮條啊 大哥 你有什麼髮條啦 我現在 你給我開啦 沒有 我沒有要開你單 遭攔查男子和警方吵了起來 不願配合登記資料 還對警方救救 甚至還要對警察提告 隨便亂攔截對不對 我不是隨便亂攔截 來 你再看你仔細好不好 每一個都全黑的 你什麼顏色 剛剛那個叫全黑的 你不要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 剛剛那個那麼吵 我的模式 我那麼安 如果我驗得過的話 我可以告你們什麼 他會有證書 我可以告你們什麼 你要告什麼 沒有 你這樣亂攔截 事發就在25號晚間10點半 新北市蘆州 永安北路 因為這路段時常有給裝車經過 警方只要發現機車噪音分貝量大 或是排氣管飛原廠 都會將車主欄下登記資料 並且通報環保局 那我們環保局 還會進行進一步的一個插陣 所以如果說民眾他所使用的是 一個合格的管制的話 那我們就不會開放 到現在本分局已經通報了 一千兩百餘量的可疑噪音車輛 超出管制標準可除 新台幣三千至三萬元的罰還 依照現行法規規定 只要晚間10點到凌晨6點 違法改裝排氣管 或是噪音超標改裝車 都會嚴加管制 一定要經過環保局檢驗 符合噪音管制標準 喜歡玩車的民眾 享受引擎落神快感的同時 請替別人多想想 也別誤觸髮條 記者蕭正王千玲 新北市報導